西游记第38回 婴儿问母知邪政 金木贪玄见贾针 乌鸡国太子先是听到了孙悟空的言论 之后又看到了先王留下的白玉归 他也有点不确定自己的父王到底死没死 太子只是快马加鞭 赶紧回到了王宫之中找来母亲商议 原来这三年 贾国王一直没有让他们母子相见 就是怕他们一聊天聊出了破绽 果然在太子的再三询问之下 母亲终于想出了国王不对劲的地方 这三年 国王的身体总是又冰又冷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再加上当天夜里 国王的鬼魂不仅给唐僧托了梦 还给王后托了梦 告诉他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母子俩综合了之前所有的证据 一琢磨 现在的这个国王十有八九就是假的 咱们还得拜托孙大圣赶紧来降妖竹魔啊 孙大圣自然想碰这个忙 不过打妖怪是最后一步 第一步咱们得把之前的国王尸体打捞出来才行 可要在这大半夜去把尸体给扛回来 孙悟空想想还有点肾的慌 他不想自己扛 就骗猪八戒说啊在玉花园的芭蕉树下藏着一个宝贝 猪八戒你趁着夜色不如和我一起去偷回来 猪八戒贪心这么重 当然乐呵呵的就去了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芭蕉树下竟然是一口水井 猪八戒盼弄钻衣服 就拖了个金光 赤身裸体的下水找宝贝去了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水井底下居然是井龙王的水井宫 三年前国王的尸体落到井底 井龙王就在尸体的嘴中放了一颗定岩珠 让他的尸体不会腐烂 猪八戒这一刚来 龙王就赶紧把国王的尸体扔给了猪八戒 之后就闭门不出了 猪八戒一脸沮丧的看着尸体 叹了口气 哎 这宝贝没找着 反而做了孙悟空的苦力 只好吭吃吭吃的 把尸体背回了宝林寺 不过啊 这猪八戒不会甘心受这份窝囊气 刚回到寺庙 他就对唐僧说 务必要让孙悟空把国王的尸体给复活了 如果复活不了 那咱就紧箍咒伺候 其实每次读到这个回幕 总让我在反思 我是否像太子 王后和猪八戒一样 被人骗了 却还不自知 太子和王后被甲国王骗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他们纵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怎么生活下来了 而猪八戒被孙悟空骗的是团团转 到后来也发现宝费是假的 不存在 可仍然在悟空的指引下东奔西跑 唉 如果生活的大前提都是假的 纵然我们的真心再斥撑 也是没什么用啊 看来还是要多多的审视自己身边的人 别被人骗了 还替人数钱呢 那现在国王的尸体已经背回来了 悟空能不能起死回生呢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